回中南海 同志北京市彭真 我瑞卿 明天来见我 我要让这个老宝子知道 我们共产党的官 能不能救出这个姑娘 同时 我要让他看一看 我们共产党的官 会不会被他拉下水 1949年那一天 毛主席在结束工作后 准备夜游北京城 一开始 街道上一切正常 但很快 毛主席就被一伙人挡住了去路 他定睛一看 只见在不远处 一位凶狠恶煞的老宝 正在不停的抽打着一位妙龄少女 老宝出手狠了 没多久这名少女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身上的鲜血不断的滴在地板上 这瞬间激怒了主席 他带着共产党走到今天 为的就是让中国人民脱离苦海 但现在 既然有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欺辱妇女 鼻梁为娼 这怎么能忍 主席当即准备下车 见到主席的举动后 身旁的警卫员也是吓了一跳 现在的北平刚刚解放 不少客户正潜伏在暗处 可不能让主席被发现 考虑到这点 他自告奋赢 不就是一个老宝吗 他自己就可以解决 警卫员来到老宝身前 他先是一把抓住了老宝的胳膊 逼迫他停手 接着便要求老宝放过姑娘 但他没想到 老宝见到警卫员的穿着打扮 觉得来了一只肥羊 竟然狮子大开口 要求警卫员掏出三千块元大头 为妓女赎身 老宝这话一出 周围群众都纷纷嘲讽 认为他的心太黑 但老宝对此丝毫不在意 在发现警卫员拿不出这么多钱后 立即对着他冷嘲热讽 这也激怒了警卫员 当即吓唬道 你再这样不讲你 信不信我让你蹲大牢 谁知道 老宝听到这话 却像听到笑话一样 不停反问着 知道我是谁吗 就敢让我蹲大牢 警卫员正想理论 主席就将他叫了回来 老宝见到这一幕 还以为是警卫员害怕了 为自己的表现得意不已 殊不知 他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此时的主席 已经看出了老宝身后有靠山 而这个靠山 不用想也知道是黑社会 判断出这一点后 老主席脑海中的一个计划开始成行 这次 主席要将妓院以及黑恶势力以活端 那么 主席会采用什么方法呢 在车上 主席一脸严肃地传达命令 要求彭真以及罗瑞卿明天来见他 第二天 二人急匆匆地赶来见主席 刚见面 主席就将昨天的所见所闻悉数告知 而听完主席的这番话 两人在气愤的同时 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北京的八大胡同里青楼遍地 大量女子被逼良为娼 俨然成为了社会一大祸害 于是 他们当即向主席请示 关闭北京所有妓院 这也正合主席心意 不过 除了关闭妓院外 主席还交给几人一个重要任务 那就是妥善管理界就出来的妓女 他们在妓院以色相为生 根本没有多少技能 如果不管理 势必会再次从事皮肉生意 这样一来 这妓院永远也关不完 彭真与罗瑞卿接到任务后 立即开始行动 他们第一个调查的 就是前不久猖狂自己的老宝 这真是不是他不知道 一啥吓一跳 这个老宝背后有青帮在撑腰 而他的老板就是明镇一时的 北霸天刘祥廷 这股失礼可不简单 要知道 当时的北京的青帮 以四大霸天为主要头目 东霸天叫张泽权 靠着一身武术成为了黑帮一哥 其霸天叫傅德成 专门负责卖卖妇女 男霸天叫孙永珍 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 到处强占土地 与土匪无异 最后一个就是北霸天刘祥廷 他在任为时期担任 天桥离员会会长 勾结低位失礼 专门欺压弱小 这次为霸天相互勾结 为非作歹 身上已经背着数条人命 非常难对付 也正因此 老宝才有底气与主席叫嚣 但老宝不知道 这次他碰上了 可不是之前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彭真与罗瑞欺可不管他们多厉害 直接冲入了老宝的地盘 不仅解救了妓女 还查封了他的妓院 之后 还将老宝送入了大牢 但此时 老宝还没有意识到失心的严重性 一直叫着 怎么把我关进去 我就怎么出来 但可惜的是 老宝最终也没有出来 解决完这个妓院后 其他妓院也没能逃过 为了用最快速度 将这些封月场所关闭 罗瑞欺担任行动总指挥 从公安总队抽掉了五个连的兵力 开始对北京各条街主义排查 每当民警发现一处封月场所后 就会告知老板们去分局开会的消息 由于在之前 老板们经常开会 因此 听到这话 他们并没有起 很快 分局的大会议室里 就聚集了个大封月场所的老板们 此时的他们 还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正聚在一起闲聊 而话题不是在抱怨新来的姑娘不听话 就是在称赞自己最近的生意有多火爆 还没等他们讨论完 一位干部就打断了他们 并宣布了封闭全市封月场所的消息 这落在老板们的耳中 无疑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他们立即收起了之前讨好的嘴脸 一脸蛮横 企图聚众闹事 罗瑞欺早已经想到了这一场 在旁边安插了大量人手 还没等他们闹起来 就将一些罪面深重的老板逮捕 这一杀鸡儆猴的做法 瞬间唬住了众多老板 让他们将所有的不满都憋了回去 在彭真与罗瑞欺的雷霆手段下 短短半天 就插封了224家妓院 解放的妓女人数达到了1200多人 同时 为了防止有人身事端 罗瑞欺像指挥战斗一般 做出了一下部署 他在各大封月场所附近部署了大量兵力 并在各个胡同里安排了民警巡逻 在这样的手段下 民警抓捕了将近400多人 其中 两人买卖妇女 逼死多名女子 情境十分恶劣 被判处死刑 19人逼梁为娼 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而剩余的300多人 只是买卖女子 被判处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这些老板背后的保护伞 四大天罢 已在此次行动中被以国端 将他们抓捕后 三万群众自发倾诉几人的罪行 最终 东霸天 西霸天以及南霸天被判处死刑 只有被霸天绞性逃过一劫 接下来 就是处理这些失足妇女了 根据调查 妓女分为四等 一等的叫做青莹小班 这种等级的女子 大多来自扬州等地 不仅长相貌美 还能歌善舞 往往是妓院中的头牌 二等的比一等稍训一些 但也比较受客人喜爱 三等的则是一些不怎么漂亮的女子 四等则是年纪大 活动在肮脏环境中的女子 罗瑞欣将这四等女子一一清点人数 登记在侧 接着 便将他们带到了生产教养院 在这里 政府专门运来了一大批粮食 保障着他们的基本生活 而他们每天要做的 就是接受政府的宣传教育 以及学习各种工作技能 为鼓励大家学习 只要表现优异的 还会有奖金 在罗瑞欣这种方式下 这些失足妇女放弃了以色试人 中心养成了自食其力的好习惯 学成后 一些想要回家的 政府会发放物费 帮助他们与家人团圆 最让妇女们感动的是 他们因为从事皮肉生意 患上性病的人数不胜数 当时的共产党 由于要应对国民党 本就十分困难 但为了救治他们 花费重金引进了许多药物 而这些治疗 都是政府出钱出力 他们靠着皮肉换来的金钱 政府分文不取 都留给他们当作私人财产 看到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后 妓女们用心学习 很快就改造成功 自此 盘踞在北京多年的妓院 被连根拔起 有了北京的带头后 各地纷纷对妓院发起争改 整个中国呈现出了一片新气象 看着这一切 主席才放下了心 之后 为了保护女性 毛主席通过了我国婚姻法草案 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 让女子有了依靠 进一步减少了妓女的产生